小炎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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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伙 每次都要搞出这般大的动静 真是爱心呗 小炎姐姐 那便是熊儿口中念叨不忘的小炎哥哥 没想到竟然在最后时刻赶过来了呢 是啊 这就是那个让熊儿牵肠挂肤的混小子 长这样 失望了吧 长相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啊 在迦南学院看的可是实力 想要证明咱们熊儿没有白等他 得好好拿出点本事才行 这薛崩可是九星斗师 而且修炼的蝶浪枪法斗技更是玄阶终极 可击败了不少对手呢 不知道熊儿的小炎哥哥能不能应付得来 那混小子应该能行吧 我可不相信以他的性子 这两年时间会毫无成就 好了好了 都别猜了 不管怎样 他都是我们黄金耳班的成员 都给我好好加油助威吧 这薛儿的萧炎哥哥感觉不怎么样啊 是啊 这小心板也不知道能在薛崩手里走起何回号 薛儿这眼光可真是确实 他便是那个萧炎 实力也不过如此 哼 你便是萧炎 正是 你不配他 或许吧 这 这 薛儿口中的萧炎哥哥终于舍得出现了 貌似也不是很帅啊 真不知道他为何这般惦记 唉 我这 有趣的小家伙 希望别一上场就败给薛崩 不然的话 薛儿的脸可就真的被丢光了 加南学院里 有着无数人等着你的露面 从今天起 你的麻烦将会络绎不绝 不过 今天我就会在薛儿面前将你击分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那些麻烦了 唉 其实啊 我也挺讨厌你所谓的那些麻烦 所以 只能先委屈一下你了 好 想拿我来杀鸡锦猴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哼 可以开始了吗 比赛开始 狂妄的小子 唉 这也不想找不到 啊 哼 哼 啊 啊 啊 det 开 八极 月落 八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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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强啊 嗯 咱 咱 这家伙 心不也太快了吧 难怪能够让德勋儿 这般出色的女孩子 都念念不忘 这个家伙 却有这本事 有点意思 等着吧 他一定是我的 崔库拉朽 一拳定乾坤 不错 不错 这个小家伙 可不是常人哪 丫头 我想就算是你 或者白山对上她 谁胜谁负都不一定呢 那我都要找她逼逼看 若是我赢了 便让她滚出江南学院 胡闹 黄界二班 萧炎胜 徐宫就这样输了 他可是在我心动人 看样子 这萧炎之手也是 大斗师枪着 有这么年轻的大斗师 就本来加兰学院 也是能拍得上炮的呀 对呀 太巧了嘛 爸 抱歉 我来晚了 我知道校园哥哥一定会来的 这小星儿 怎么变得如此胆大了 就为了那个男人吗 太浪漫了 若林导师 你还记得我是引导师啊 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 逃了一年的课 你也真虽有本事 你知道这一年来为了你的事 我和岳方磨破了多少嘴皮 若林导师 这事萧妍这浑小子确实过分了 不过只要接下来君儿和他 能坚持不败进入前二十 您便可生机成玄界导师 不会让您丢脸的 若林导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 若您还是觉得不解气的话 可以等他将选拔赛打完后 再处罚也不迟啊 反正他已经来学院了 还怕他会跑了不成 好 等选拔赛完了 我再找你算证 好了 先跟我回去吧 明后两天还有更加激烈的战斗 想要进入前二十 薛儿我们走 多谢萧玉堂姐了 多谢萧玉堂姐了 哼 萧衍 来了 若林导师 这段时间 你就和薛儿一起住我那儿吧 那就麻烦若林导师了 嗯 资料大家都看过了 这个硝烟果然不简单 以一己之力抗衡加马帝国的云兰宗 并且还证明击杀一名斗王强者 最令人吃惊的是 竟然能从斗宗强者手中顺利逃脱 这般战绩就算是内院的佼佼者 想要办到恐怕也有几分难度啊 嗯 潜力确实很大 好好培养恐怕又是一名巅峰强者 至于云兰宗 只有一个斗宗而已 还没有胆量对我迦南学院怎样 云兰宗倒也没什么 可他背后 先暗中观察一下吧 如果真有培养价值 我们倒是可以一试 离开他 离开他 凭你 弱者 没有资格拥有他 雷属性斗器 白山 你干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与硝烟学弟切磋一下而已 轩儿何必如此着急 以硝烟学弟的本事 若是连我随意一击都挡不住 还如何参加内院选拔赛 白山学长 我既你是学长 方才对你客气有加 但你若是在这般无理取闹 那也休怪我不留情面了 你若是男人 就不要堵在女人身后 白山 你不要太过分了 密子 这些事 男人解决就好 你真想打 你若想 我不会有意见 我有意见 白山同学 你这般胡来 可不符学院规矩 若是想要挑战 在选拔赛上一较高低便是 深夜前来 不仅行为不轨 而且还落个下城名头 萧嫣 希望你不会在选拔赛中被淘汰 到时候 也希望你不要再躲在女人身后 勋儿认可的男人 不会是懦夫吧 白山是吧 所谓的风云人物也不过如此 争风吃醋料狠话倒是行家老手 等着在选拔赛上见吧 若是你败了 离开巡魂 你确定你是叫白山 而不是叫白痴 你 你回去吧 没想到 为了她 竟然自己分寸乱至这副模样 所以 她必须得是我的 小妍 你给我等着 好久没有和萧嫣哥哥一起赏月了 妮子 这两年过得还好吧 嗯 想知道我这两年怎么过的吗 嗯 当年我离开了乌坦城 就进入魔兽山脉修炼 呃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云兰宗 竟然还有一个云山活着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我迫于无奈 藏在魔兽山脉深处 并试图逃离家马帝国 没想到云兰宗 尽全力追捕我 好在云月 最终看在往日的交情 把我体内的封印解除后 将我放走 向云哥哥 等你再次回到家马帝国时 我相信 云兰宗将不能再阻拦你的脚步 想不到这小子这两年 经历了这么多 怪不得成长得如此之快 薰儿 跟我来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薰儿 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需要你如实跟我说 向云哥哥想知道的事 薰儿自然不会隐瞒 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我第一次离开云兰宗之后 云兰宗大长老 便带人私自报复于萧家 在我赶回去之前 萧家已经损失惨重 族人死伤无数 这云兰宗未兰宗未免也太胆大了吧 父亲为了保护族人 独自一人引开仇敌 在被追杀之后山秘灵处时 突然诡异消失 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 萧叔叔没有落在云兰宗手中 从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 父亲并未落入云兰宗 并且现在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因此我猜想 父亲之事 恐怕有其他神秘强者参与 神秘强者 萧嫣哥哥是想问萧儿什么 萧儿 我知道你并非萧家之人 而且背景也极为庞大 我知道你背后的势力 与萧家有一定的瓜葛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 父亲的萧氏 是否与你背后势力有些关系 可能这事你并不知情 但能否帮我询问下 我需要得到父亲安全的确实消息 不然的话 我会寝室难安 不会的 一定不是他们出的手 他们与萧家之间有着规定 所以绝不会强行渐入萧叔叔之事 这种规定的约束力 不是常人想象的那般简单 就算他们中有人想这般干 也必然会遭到剧烈反对 并且 能够在三名窦王面前 将萧叔叔带走 那实力至少也是窦皇级别 可这段时间 我却并没有得到任何 与之有关的消息 窦皇 萧家除了我以外 便再也没有人接触过 窦皇级别的强者 别的强者莫名其妙地 带走我父亲 有何作用 萧嫣哥哥 我背后势力 的确与萧家有着牵连 可其中详细缘故 此时说了反而会对你不好 这玩意看来 父亲的失踪 恐怕还是跟云兰宗 脱不了干系 这个宗门 貌似并非是我所认为的那般简单 我会让人帮忙调查此事 如有线索 便立刻告诉你 还是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啊 忽然就算日后知道了父亲踪迹 恐怕也没有实力将他救回来 萧嫣哥哥 你不会怪勋儿不肯告诉你 我背后的势力 以及与萧家之间的关联吧 你会害我吗 很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有选拔赛呢 派人去打听一下 前段时间加码帝国 是否有其他神秘强者的踪迹 还有 我需要云兰宗的所有情报 是 小姐 究竟是谁下的手 竟然把主意打到萧叔叔头上去了 那不是萧嫣吗 听说今天还有他的比赛 这下有好戏看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他今天的对手啊 可比薛崩厉害 可恶 我 薛崩厉害 你怎么就看上这小子了 长得也就那样了 就是啊 小语 给我快一点 若宁导师 你们等等我 小炎来了 如此奇异的斗气 犹如火焰般炙热而灵动 这种斗气 不用来炼制丹药 那可真是巨大的损失 火老头 这个小炎 曾取得过加码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哦 若是能够进你的炼药戏 恐怕日后成就难以估量啊 的确前例非凡 不过他应该有自己的老师了 不然仅凭天赋 绝不可能在这种年龄 便达到如此成就 当然 他若是有兴趣来炼药戏 我倒是不介意 多一个优秀的学员 神可真不少啊 这些长老身上的气息 强悍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小炎哥哥 我没事 那主席台上左边三围 便是外院副院长 以及两位颇具声望的元老 副院长实力位于窦皇巅峰层次 最右边的则是炼药戏的戏长 炼药戏独立于外院与内院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他们的事 就算是副院长也不行 炼药戏 外院中势力分布颇为混乱 虽然你隐藏的实力很强 但有两方势力仍需小心 一方便是这炼药戏 也是因为炼药师在大陆极其特殊的地位 而另一方势力则是学院的执法队 执法队中强者如鱼 特殊的职责让他们拥有擅自抓人的权力 当年嘉南学院和黑角域的那场穴斗 就是出自他们之手 多谢若林导师提醒 接下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内院选拔赛上 进入前二时对你没有任何难度 以你真正的实力 我想或许可以冲击一下前五 有什么不一样吗 等你进入了前五自然就知道了 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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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夜儿 我在这儿啊 夜儿 那便是你今日的对手陆木 炼药戏的尖子生 不仅炼药术杰出 在斗气修炼上也同样不容易 夜儿 夜儿 他是什么级别的实力 三星大斗师左右吧 不过那家伙是个十足的药罐子 斗气屈服 不足为绝 那家伙可是月儿的头号追求者 若林导师 别再提那个甩不掉的牛皮糖了 没想到萧玉堂姐的魅力也不小啊 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本小姐的追求者可多了去了 各位同学 经过昨日的初步选拔淘汰 今天将诞生有资格进内院的二十个名额 第一轮对战的是 先接三班 我狐 先接五班 割力 内院的名额我要定了 我看卫布 哥里虽然攻击是吗 但长久下去终将斗气不知 罗夫看非落了下风 却是将对方所有灵力的攻击 都化解到最小伤害 不知道这两年 你一次修炼到了何种级别 向来 定不会弱于我吧 可妄 这家伙的防守 真是严密 进来 你不是现在 莫非要你呢 罗夫获胜 不动如山 动如雷体 不愧是迦南学院 我若不是有老师指导 光凭自己摸索修炼的话 恐怕还真难以赶上 这些天才的修炼进度 真不知迦南学院 到底是怎样进行训练的 每年学院 都会让一些学生 进入黑角域历练 虽然很危险 甚至导致损失一些优秀人才 可那些经历生死 并成功回来的学员 不管是实力还是气质 都蜕变成了强者 没想到迦南学院的高层 竟然还有这等魄力 那白山陆牧等人 也曾单身进入黑角域历练 所以不要小觑了他们 下一场 炼药戏陆牧 对战黄金二班硝烟 硝烟接下课惨了 那可是陆牧学长啊 这下有好心看了 陆牧学长一定能打败他 很多人等着看你出丑 毕竟陆牧算得上外院前十 比昨天的血崩强悍许多 你要小心 要彻底杜绝白山那种麻烦 这一战只能胜 不能败 混小子 可别丢脸哦 输给那个烦人的家伙 你会被我比试的 萧炎哥哥加油 放心吧 我倒要看看 萧炎到底凭什么本事 能和薰儿在一起 打吧打吧 最好俩人都打成残废 薰儿也就不会被那萧炎糟蹋了 是陆牧学长 学长加油 学长加油 给他小子的严肤学长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侠的支持 叶儿 我也会加油的 等会的好消息啊 这个白痴 叶儿 这是萧炎兄弟吧 放心 都是自家人 我会留守 就不让你受伤的 不然鱼儿怒了 倒霉的可就是我呀 那多谢陆牧学长了 不过 我的目标是前五 陆牧学长还愿意放谁吗 萧炎兄弟 凡事要脚踏实地的好 不要浩高骛远 那前五 连我都没多大险些啊 比赛 开始 陆牧学长 打败萧炎 你怎么知道 贾难救援的厉害 萧炎 加油啊 萧炎这家伙 很是头女孩子喜欢啊 这才来了一天时间 便有人替她呐喊出威 萧炎 打败那个药棍子 那前五名 我也很感兴趣 怕是不能相让啊 陆牧学长 行 行 这家伙 好严密的防守 以我的剑速 竟不能碰到她的身体 真是小看你了 看来不动真格是不行了 你应该也知道 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吧 我所擅长的并非是斗气 而是我而过 受火 香炎兄弟 小心了 我这蓝金火焰 可是曾经击伤过斗灵强承 炼药师的火焰威力巨大 这下萧炎可惨了 抱歉 我最擅长的 也并非是斗气 而是 玩火 萧炎也能召唤出十只火焰 那不是只有炼药师 或者斗王以上级别的强者 才能办到的吗 难不成 他也是炼药师 萧炎 这回小子 怎么也拥有火焰 对了 记得当初离开时 听说过萧炎这家伙 有一个神秘的炼药师老师 看来他现在 也成为炼药师呢 难怪能召唤出火焰 萧炎是炼药师 又能怎样 当初陆木 不也败在了 白山大哥您的手下 宽姐 我看他可比不上陆木 小炎 希望你能打败陆木 这样我才能在薰儿面前 彻底地将你击败 以薰儿看似淡然 实在高傲的性子 又怎会选择一个失败者 既然都是炼药师 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所擅长的玩火 到了何种地 打入火之际 坏了坏了 不过烧没了吧 这下我怎么跟鱼儿交代 别动 突然火弹会直接爆炸 到时候 你的手和脚就保不住了 这家伙 竟然 竟然能将火焰 操控到这般精妙地步 将火焰一分为二 一做防御吸引陆木注意 二则潜伏下地 埋下陷阱 让陆木上当 这种一心而用的手段 需要不菲的流魂力 方能完成 这个硝烟 不愧是取得过 加玛帝国炼药师 大会冠军的人哪 我输了 陆木学长的担火之计 很是强悍 说不是我在胸前 使用斗气凝固成的部分 斗气铠甲 光凭死火木 根本挡不下学长的 螺旋火焰锥 萧炎兄弟 不用安慰了 胜负乃兵家常事 输给自家人 也不算丢脸 此局 黄洁二班 萧炎胜 烈药师的对军 太精彩了 归下成为烈药师 萧炎 萧炎 BGM 萧炎 军炎 佣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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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亲密 和大庭广众之下 要节制一点呀 那个 也不知道 接下来对战的是哪些人 下一场 玄界一班 严城 执法队 五号 这一战的五号 来自外院执法队 外号血修罗 是执法队大首领的 有力竞争者 这两年来 死在他手中的 黑角域之人 恐怕至少也有百人 他的实力 绝对不容小觑 这五号刚从 黑角域赶回来吧 好浓郁的血腥机 忘了告诉你 这个五号 也曾经是 勋儿的追求者之一 结果 因为你的出现 失败了 我会证明 勋儿的选择 没有错 武器权放 动手吧 我倒是要试试 血修罗究竟有多强 五号胜 你便是硝烟 可敢下来又一战 这下要好戏看了 到底是这硝烟厉害 还是血修罗强 你看那硝烟 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 真是个草包 哼 打吧 最后两败俱伤 让我已省些力气 你们两个 让我安分点 现在是选拔赛 不是私自挑战的地方 明日便是选拔赛的 最后一天 到时候自有 你们对战的机会 明日你别让我失望 我不希望薰儿 倒带已久的人 是个废物 以赛继续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当然了 家人哥哥 你想知道我姓妹的实力 那就等着明日的比赛吧 你这逆子 说是战路全部实力 恐怕今日那个对手 无法接住你一场 消炎堂哥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 明天还有比赛 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那快去歇着吧 其实 小妹她人并不坏 我知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早就不放在心上 按照这修炼进度 恐怕还有十天 才能达到六星大斗士 父亲 我会找到你的 不管是谁掳走了你 日后 他必须付出代价 吃玉片 竟然能抵御住 我的青莲地心火 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老师 怎么了老师 我在迦南学院 没有感受到 陨落心炎的气息 难道 被别人抢先得手了 应该不是 我虽感觉不到 确切气息 可凭借着 翼火箭的独特吸引力 古灵冷火 模糊察觉到 在学院方圆千里内 还残存着 陨落心炎的 微弱气息 方圆千里 那得找到什么时候 迦南学院的那些老家伙 不可能没察觉到 陨落心炎的存在 我总觉得 那内院和陨落心炎 有关联 若你能进入内院 想必能得到 更确切的气息防卫 内院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我怎么觉得 今日来观战的人 比前两日多了好多 那是自然 今天是最后一轮 二十进五的淘汰赛 大家自然不想错过 最精彩的对决 快快快快 快来了 真的吗 在哪里 快给我看看 我 来啊 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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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山的感觉 小子 白山 莫要你今日尊严扫地 小眼哥哥 白山之人在修炼天赋上 有着高深的造诣 实力还是很强的 你碰到他 千万要小心些 放心吧 逆子 我心中有数 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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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都要加油 进入前五名啊 汐儿 吃鱼臭男人就算了吧 喝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我是哪儿得罪他了吗 这便是外院副院长的孙女虎家 拥有不输你的极强天赋 不过姓哥坏你 贵命不吃 人称小妖女的意思 这小妖女可够彪悍的 果真是名不虚传 大家都知道了 往年的内院选拔赛 都是回合制 谁的排名越高 今后修行获得的资源 自然便越多 但本次的比赛 我们决定改一改规则 改规则了 对啊 当然改规则了 对啊 不清楚 长老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就是啊 现在 请前二十名学员全部入掌 二十人同时入场 这是我好棒啊 什么 是呢 是呢 白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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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加油啊 今年 我们不要回和制 而是要一场 富有热血与激情的 大混战淘汰赛 谁能在比赛中坚持越久 名次变越高 而反之亦然 这怎么打呀 就是啊 这龟子改的也太突然了 就是啊 怎么打呀 至于是单打独斗 还是联手出击 都没有问题 可以联手 逆子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并肩作战了 但这种模式 对我们未必有利 如白山 武家和吴昊这种学院翘楚 他们更容易找到盟友 我看你在学院声望 也是不小啊 难道 就不能收落点人来 若是以前的话 倒还真有人来做护花使者 可如今都名花有主了 别人还来干嘛呀 放心 有我就够了 不管面前还冷淘天 我们一起闯 好 那么我宣布 最后一轮淘汰赛 开始 小元哥哥 我们怎么打 先等 你跟随我主动进攻 其他人防御偷袭者 是 若家学妹 还是我来护你吧 很好 就这样 不要轻易出击 傅院整着主意倒是不错 不算绝对公平 却能培养人的谨慎心力 和协作能力 我也只是看烦了 以往的回合战 换个花样尝试一下罢了 不过 平日不审交际的学员 在这种四面 都是敌人的场合中 怕是要吃力一下 这么快就败了你 小元哥哥 接下来我们的对手是谁 终于轮到你了 其余人却牵制住轩而选 来小元教诱以来的 是 逆子 小心些 该小心是他 轩儿 别以为打败落幕 便可恒行无尽 小南学院比他强的人 多了去了 别 别 别 要在所有人面前 让你萧炎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要让你知道 你是配不上君儿的 不能再多了 这么快就用上 暗雷 继续 无放 小元哥哥 这 真 就是 这 真 material 再 是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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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火焰 那硝烟身上的青色火焰 应该是 一火吧 能够让我们都感到心悸的温度 的确是一火 这个硝烟 我炼药吸药了 只要它不耽搁在内院的修炼 我巴不得学院再添一位优秀的炼药师 打爽了 接下来换换换呢 你可恶 曾宫的脚 居然把白山逼到这个地步 硝烟出拳这般迅速 是因为脱离了重齿的缘故 应该是了 想必平日里总带着重齿是为了修炼 这家伙怎么这么快 这只 被死 骗骗掉这种时候 这是要晋升了 晋升要是受到了干扰 那可是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看来 这小家伙的退场啊 可惜了 小眼 看见没有 连老天都在帮我 小眼 看见没有 连老天都在帮我 小眼哥哥 你放心进击吧 我会拦住他们 我会尽快 你若是想来 尽管上 我不会再有半点留守 薛儿学妹 你 谁家 小眼正在突破晋升 一旦她晋升成功 实力又将大涨 到时我们各自为战 断然不会是她和薛儿的对手 难道你们想看到 萧嫣实力大增赢得前五 再进入藏书阁赢取奖励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她的对手了 若她变得更强 我们就再无赶超了机会 别忘了 萧嫣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趁现在萧嫣没有反抗之力 我们合作 把她拧出局 好 跟我一起上 你是我 怎么 想联手 萧嫣你放心 我可不会伤让你的 只是 想把你身后的家伙撵出去 没错 还请薛儿学妹 暂且避让一下 你们尽管来试试 薛儿 你让开 别护着你家伙 三打一 卑鄙 他们也不算违规 希望薛儿能扛过去 只要萧嫣晋级成功 一切变好了 武全 你这新模式漏洞太多了 连三打一也出现了 规矩之下皆为立法 只要他们没有违反规则 我们就无权干预 就看萧嫣自己的造谎了 希望吧 动手吧 不能再拖了 不然萧嫣很快就会晋级成功 薛儿学妹 抱歉了 今天这家伙必须出局 动手 金光掌 薛儿学妹做出出所了 太强了吧 薛儿让开 咳 蛟 découv thee 鲁 卑鄙 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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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儿姐妹 抱歉 这家伙今天必须出局 鞠儿 鞠儿 白山 你敢伤他 鞠儿 我只想对付硝烟 是鞠儿选明自己为了护塔而受伤的 这怎能怪我 不必假信心 白山 今日你若是能毫发无所能离开比赛场 我小鞠儿就此离开驾南学院 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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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 萧炎哥哥 他们可都是五六星大斗士 鞠儿 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擂台 我硝烟 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米 口气倒是不行 就算你现在晋升六星大斗士 想要你一笔三 我看你是自取其辱 鞠儿受伤并非我本意 打败你后 我会让白山付出代价 也算我一个 不劳费心 等打败了硝烟学弟 我自会退出 向鞠儿学妹赔罪 现在说这些 太晚了 天武三玄变第一重 星连变 斗铃强者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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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硝烟 应该是使用了某种 能够暂时提升实力的秘法吧 现在的硝烟 他是已经具备了斗鸣使用 不过 看白山三人所施展的斗技 明显也并非是普通之物 这比赛恐怕有些僵持 我看我一笔啊 勋儿竖的伤 我要你们加倍偿还 好家伙 这硝烟究竟施展什么恐怖斗技 竟然抢到这种地步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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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自大的小子一点颜色瞧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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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斩 幽默毒蛇头 向阳哥哥小心 去吧 我怒火炼 这个家伙真是变态啊 向阳哥哥 按道理来说 两种火焰叠加产生的威力 应该远比现在的强大才对 难道 没错 若不是向阳刚刚控制了 这恐怖火炼的威力 恐怕畅下这三人 小炎呢 看来他已经被能量爆炸 埋在废墟中了 拉丽狄丝 的确很狂妄 不过却没什么好下场 该死 早知道不该替你煽动 这硝烟 我们根本惹不起 他很强 比我们都强 再强勇了如何 在我们三人联手一击之下 他就算能活下来 恐怕也要断搁不断腿 小炎 这是替勋儿还你们的 硕士不服 随时奉陪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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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Nic儿 哪有这么弱 皮肉伤都散不上 不知道这淘汰赛 现在可算结束 如果不算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 算 当然算 我宣布 此届内院选拔赛 到此结束 前五强诞生 分别是 吴家 白山 吴昊 萧勋儿 萧炎 你 我的死 萧炎 你给我等着 这个文败 下手这么重 真不是男人 小妍 你很强 不过相信 我一定会超越你 不知道那藏书阁中 究竟有些什么宝贝 希望能得到 适合自己的吧 听说选拔在踏风站之后 白山虎家吴昊三人 被他打的 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是啊是啊 萧炎学长最后那个斗鸡 真是太强了 好帅啊 小妹 那不是你堂哥吗 这点没错 他来了 萧炎堂哥 是 对了 对了 小妹 怎么 能跟我走走吗 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我 想不到 家从那边发生了这么多事 等我回家马帝国 我会跟云兰做好事赞成 这段时间 你尽量不要回去 我相信 现在的硝烟堂哥能够办到 当年我 当年的事 便过去了吧 如今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从惦记着也没什么用 不管如何 你永远都是我堂妹 以后有事就来找我 这地方还挺神秘啊 老头儿 真不够意思 之前都没带我来玩过 请问副院长 这藏书阁中 是否有声波斗计 声波斗计 当然会有 不过 能不能遇到 就要看缘分了 本届内院选拔赛武强已经诞生 特前来领取奖励 特前来领取奖励 书队 奇怪 老师怎么突然跟我断开了联系 难道是记得那两个人 那他们也太可怕了 我知这位小有名讳 小子硝烟 见过二老 我偏青 我如林 如火山 老夫所料不差的话 小有所掌控的义火 应该便是 在义火榜排名第十九的青莲地心火吧 如此年龄便能够掌控一火 当真是天赋一兵 本届武强比上届要好多了 还请二老解开空间锁 这空间锁是几百年前 学院的一位斗尊强者 布置的绝强前进 没有二老用特殊手法开启 就算是斗尊强者也撞过进去 劳烦二老 现在你们自行进入藏书阁吧 记住 在里面务必听从首歌长老的指示 走吧 向远哥哥 年轻人 祝你们好运 向远哥哥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藏书阁 这里面的所有奖励你们可以随意调取 不过只有从能量丛里拿出来的才属于你 不可强求 切记 每人只能带出一样奖励 你们时间有限 下方护门外圈的火焰全部熄灭时 代表时间结束 所以抓紧吧 奇怪 没看到什么奖励 那里好像有动静 小心 玄阶高级功法 紫雷曲 原来 奖励是从能量罩里飞出来的 这功法是不错 但不是我需要的 地劫斗技 看来愈好的东西能量不越明显 但它出现的位置又不是很规律 逆子 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分头行动了 好的 萧元哥哥 那你小心一点 灵魂敢吃力 不知能否感应到他们的能量波动 好强的能量波动 好强的能量波动 好东西 好强的能量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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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哥哥 妮子 你看這是什麼 九重鳳火絕 地界終極 小燕學弟 果然身手不凡哪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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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子 给你 谢谢萧嫣哥哥 正是我需要的过渡功法 但不知道萧嫣哥哥 想要的声波斗技 到底在哪儿 无妨 我继续用灵魂力赶持 我也帮萧嫣哥哥去找找 这 六阶魔兽的魔盒 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可惜 不是萧嫣哥哥所需要的 时间马上又到了 萧嫣哥哥 萧嫣哥哥 萧嫣学弟 看来你才是运气最不好的那个呀 打死我了 时间快到了 它在干什么 好 逆子 是伸播能量 我就不信地抓不住你 加油啊 小元哥哥 看你往哪逃 小元哥哥 快试试能不能取出里面的东西 该死 竟然不信 小元哥哥 抓紧了 让我来试 嗯 这 啊 啊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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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这狮虎碎金银太强了 这小子 没想到竟然借助寂静状态之力 融合虎啸那为己用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现在也只是初步掌握 仅能发挥狮虎碎金银的三四层威力 想要达到大成地步 唯有继续花时间磨练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那小女又来找你了 小颜哥哥 刚刚我听到一阵雄魂的吼声 是不是你的声波斗机炼成了 只是初有小成 还多亏了你 在藏书阁中即使帮我取出了这狮虎碎金银 小颜哥哥跟我还客气什么 对了 今日我们就要入内院了 你准备好了吗 那自然 内院是迦南学院所有学员向往之地 只要你们肯努力 就有可能激发出最大程度的潜力 获得更强的力量 所以不管修炼如何苛刻 都要坚持下去 我知道你们几个人在选拔赛上有些不愉快 但是年轻人要想开点 然后说不定还要在一起拼搏 尤其进入内院 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 老夫希望 你们早日放下隔阂 传结一致 是 难怪需要一路护送 谁能想到 学院后山深处如此危险 若是仅靠我们自己在森林里传送 恐怕没几人能活着走出去 老头 内院到了吗 怎么不走了 内院可不是那么耗尽的 我们进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